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借由这一集 这个文章来讲一下 我想讲的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Cynical Cynical这个字我们以前cover过 可是我觉得我们以前讲的不够完整 不够清楚 那我真的觉得越来越长看到 在我们所做的介绍里面 所以我很想要来 再完整一点的把它介绍一次 那这边这个文章它说的是 How do you feel about dating someone with an extremely cynical and pessimistic attitude 所以你对后面这件事情感觉怎么样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About what 跟这样子人的交往 Dating someone 这里的dating就发音成交往 跟什么样的人交往呢 Someone with an extremely cynical and pessimistic attitude 也极度cynical 也极度pessimistic的态度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这两个都形容了态度这个字 Pessimistic比较简单 它就是悲观 那这个是台湾同学已经 多半都滚瓜烂熟的字了 所以我们把悲观跟乐观都整理在这边 悲观的话就是pessimistic 那乐观就是optimistic 我个人绝大部分是乐观的人 所以我说I am usually an optimistic person but some I have my pessimistic side too 但我也有我的悲观的一面 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啦 Everybody is a mixture of both You know it's just a matter of extent 就是看你的程度是多少 这样子 程度这个是extend 顺便看一下 OK So everybody is pessimistic and optimistic So it's a mixture of both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cynical这个字 要怎么去翻译它 cynical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翻译叫犬儒 不过这个事实上也真的是一个哲学的流派 那我们不想要stock在这里 因为我们讲到这种哲学流派 可能太抽象了一点点 不过也很难不回来这里 我们先看其他的一些翻译 我们最常看到的翻译可能是分世技术 可是我觉得这个翻译也仍然不是非常精准 还有像是喜欢嘲笑人啦 冷笑式的啦 还是这个我中文我甚至念不出来 计消吗 不晓得 用白眼看人生啦 那我觉得后面这两个是重点 相信人性自私 相信人性本恶多恶 这就是一个cynical的person 所以我是不是一个cynical的人 我觉得我是 在绝大的状况下 我会去相信人是自私的 所以任何人做事情的背后的动机 我们讲说这个字大概叫motive 任何人做任何的behavior 任何的act 他背后的motive 我觉得都是self-serving 就是为了来服务自己的 OK self-serving 那或者就是这个selfish self-interest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这个好处 来做任何的事情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see it 我们看一下 我们后面其他找一些 这个不同的 解释 所以先看这第一个 这是找google第一个出现的 believing that people are motivated purely by self-interest distrustful of human sincerity or integrity 所以就我刚刚讲的 人们只有被self-interest 来被motive 但我大概不能说我是 这个purely这个字 我觉得吓得很重 我是cynical的人 可是我不觉得是purely OK 我在这里举多一点例子好了 像这个事实上也是我后来看到的一个有趣的哲学方面的讨论 也就是在这里 好 我们等一下走一点点这个地方 走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为走太多真的很无聊 你觉得你同不同意我说的任何人做任何事情背后都是self 都是self-serving的一些motivation呢 或许你会说怎么可能 很多人做事情会有那种利他的一个哲学的思想在背后吗 利他这个字我们也多学一下下 这个绝对是托福亚斯可能出现的字 这个altruism它就是利他主义 什么叫利他主义 就是纯粹为别人好的 像托福里面official guide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听力方面的一个考试题目 他就是在说那个非洲草原上有那个胡蒙有没有 就是狮子王那三个朋友啊 狮子跟一个豪猪跟那一只最小只的 那个就是胡蒙 那他的名字叫meerkat meerkat 所以这个非洲草原上meerkat 他会站高高的站岗 那站岗的那些meerkat 好像就是说啊 大家去找食物吃吧 我来帮大家看有没有猎食者会来 那要是有猎食者来 他就叫一下 然后大家听到了哦开始落跑 所以大家就不会被猎食者捕失去 所以他们说这个站岗的行为 这个sentinel的行为 stand guard sentinel 站岗的行为 站卫兵的行为 就是一个很利他的一个主义 那后来 那我托福这个题目 他听力的考试的那个 另外一层面就是 我应该讲 他应该是那个整合型的写作题目 大概不是重点了 但他的那个opposing的那个lecture 他就说他们才没有利他呢 在那边站岗那些胡蒙 根本事实上是自私的 因为他在站岗的时候 多半只已经先吃饱了 所以才让别人继续吃下去 以及他们叫的时候 自己就站在洞穴旁边叫 叫完之后就躲进去 最没事的 那他一叫 其他人听到开始落跑 落跑的时候反而会惊动predator predator可能会去追他们 所以你看 这边就佐证的说 事实上利他主义 也不见得真的是事实就是 那你可能会argue人类 you know inhuman behavior inhuman acts 那难道没有利他的行为吗 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别人好的行为 例如说 跑到医院里面去做职工 我的恶姑姑就做这样的事情 他做到累计那个时数 已经得了不知道什么样的 那种奖啊 奖牌奖章之类的 那你会觉得呀 会做volunteer的 那不就是非常的利他吗 就不是self so her volunteerism was not motivated by anything self-serving 所以他去做职工 他完全没有用任何的 self-serving的一些motivation来做啊 不是吗 我 可是你能不能去想 他这么做程度上也还是有可能啦 就是 或许有那么一点点 他觉得 他很爽 对不对 这可能是在那个 就我们讲另外一个哲学理论 或者应该这个叫做心理学理论 Abraham Maslow 马斯洛的那一个 hierarchy of needs 大家都知道 那个需求的阶梯精致它 一开始生理的需求 然后需要人家 需要一些归属感 需要爱 需要什么的 然后到上面不就是 需要自我 有那个自尊 self-esteem self-esteem 你要多学一个词 要得到自尊 那最上面有个叫做自我实现 大家都记得吧 那个叫做self-actualization 所以难道 做义工 做志工 不是一种自我实现吗 所以还是为了满足一个自己爽的感觉 我帮你 没错 可是因为我能帮你 所以我可以去帮你 所以我觉得我很爽 那 更不要说像捐钱 捐钱可能 像 我刚刚想说 这边有另外一个讨论 我刚就给你稍微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边这个 这是一个Thomas Hobbs 他所提出的一个理论 他的理论就是说 去做charity的人 right 所以 就是做那个慈善事业捐钱 然后这些的 所以act of charity really a demonstration of power 你去做 你捐钱也就是为了展现出你有能力捐钱 那你会自爽 right 所以 所以因为我们能够照顾别人 然后能够 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来spare给你 所以这是我们做charity的一个动机之一 另外一个动机 PT 我们可怜别人 所以总之 我都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 的说法来summarize这两个点 就是这件事情做起来是爽的 right 这是一个self serving的一个motivation 好 我觉得啦 那或许也有人说 因为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在这边讨论的 我把这个页面也分享给大家 有兴趣的可以去把它读完 这里面英文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但是我希望你去读 那另外一个提的点就是在那个二战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就是没有被德军追杀的人 那他们去拯救一些被德军追杀的犹太人 他们为了他们牺牲自己的就冒着自己生命危险 牺牲自己的安全的那个顾虑 然后去拯救了犹太人来逃离德国纳粹的时候的这个魔掌 那难道你会说这些人是有self serving 或者说有self interest 会有任何selfish的理由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 还是有 因为回到一个字就是爽 他去救人 虽然说是冒自己的生命危险或之类的 但是他只要救成的话 他就是爽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回到一个字 就是让自己开心 那你看这个Thomas Hobbes的理论 就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argument 这个argument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要做 你看我们这里读下给你 Whenever we do anything We are choosing an action over its alternatives 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是在选择这一个action 而不去选择他的其他选项 OK 而不去选其他选项 Think about it 你可以不救这些人 可是你选择救 因此 因此 Our action is what we most want to do 因此我们的行为 多半就是我们真正最想要做的 因此 Therefore In all of our actions We always do what we most want to do 在我们所有的行为中 我们总是做我们最想要做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在做选择 你选择了做这件事 而不做BCDEF 所以 No one is praiseworthy for doing what he or she wants to do 所以下一点继续把这个理论说下来就是 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值得称赞的 因为我们都只是在选择自己最想做的事而已 Therefore no action Including acts of altruism are praiseworthy 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值得称赞 因为那只是我们想做的事 OK 那这个argument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 下面它 See two problems with the argument Problem one problem two 所以它把它累好下来 我都已经先看过了 我说真的 这两个 这两个problem 就提出来攻击这一个argument的problem 我觉得程度上同意 可是 我程度上不同意 因为它所攻击的都是 都是一个刚刚讲的这个purely的概念 你是不是完全只为了自私的原因来去motivate你做事情 我不觉得那是purely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percentage 那只要有一点percentage 那就已经是不是一个praise worthy的事情了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可能要求的比较松散一点点 那这个哲学的讨论是我们是不是purely被这件事情给motivate 被self interest给motivate 我觉得不是purely 我觉得是部分 好扯了好像很多 对不起 但我们加紧有讲到一些英文字 那或许这样也就够了 好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文章抱歉 我还有一些词要说 像什么词呢 在这里 他刚问的是你怎么感觉吗 就是跟这样子的交往 你有什么想法 跟这种cynical的人 跟pessimistic的人交往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 下面这个人说的是 不要 No thanks I am not interested in playing manic pixie dream girl 我对于扮演这样的角色没兴趣 所以这个你应该学 这个manic pixie dream girl manic就疯疯癫癫的 pixie的意思是小精灵的梦想 做梦般的dream girl 梦想般的女孩 那当然有一些解释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解释 manic pixie dream girl 下面还有一些这个 我们有个找出中文 by the way 那他在说的这是 就是一个 我来倒下一下 OK cool 这边你看 他有些什么样的trade 有没有一些什么 个人的特质特征 characteristics 所以他这里说 It's a type of female character often depicted as whimsical quirky sometimes eccentric fantasy woman 所以他被描绘成了 这是电影 或者小说里面的女性角色 他通常被描绘成 很whimsical 很quirky 就是很会跟你 很会吐槽你 所以个性比较古怪 然后很滑稽 这些的 有的时候还疯疯点点 eccentric 然后又是一个幻想中的woman 重点在这里 who saves the male protagonist from himself 所以这个角色存在的目的是 为了拯救男主角 拯救男主角 很多故事里面都有这样的女孩 你想 你回想一下有没有 像我们讲那个斗争剧率部里面的 mala singer 女主角 她就是来拯救男主角的 对不对 回想一下 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中文的翻译好了 你看中文 所以中文她干脆把翻译成 疗愈系女友 因为她就是在拯救男主角的 所以字面解作 疯狂洒气 小精灵般灵动的梦幻女孩 yeah ok right 所以她各种的翻译 各种的翻译 狂躁梦精灵 随便了 但 ok 所以这个完美到不真实 我不觉得她 她带有真正完美的意思 虽然说她的名字里面有 dream这个字 dream girl 但或许对男主角来说 就是完美的 因为她能够治愈她 对不对 好 cool 那然后我们在 这个wikipedia的页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manic pixie dream girl 她也多半会被 另外一个角色做比较 那另外一个角色就叫做 魔术般的黑人 magical negro ok 所以而且他们都称为 这种角色叫做stark character 就是那种固定的角色 所以在很多很多故事里 都有这个固定的角色会出现 那这个角色像刚刚的这种 梦幻女孩 拯救男主角的 那什么叫做magic negro呢 negro就黑人 ok 我看 这没有中文页面 那太好了 这个magic negro就是 有些故事里面 有这么一个黑人 这个黑人就是拿来帮助男主角的 而且男主角都是白人 ok 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莱坞的一个 写故事的写法 写一个黑人进去帮白人 你有没有想到谁 想到那个什么王牌天神里面 那个 那个摩根费里曼所演的天神 是黑人 他就是属于magic negro magical negro 然后在那个什么 一个巨星的诞生里面 里面的Dave Chappelle 他大概也算是magical negro的角色 如果你知道在说什么的话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好 所以这个很酷 那这个讨论里面讲到了 我不想当这个 magic pixie dream girl manic pixie dream girl 然后下面一大堆人就回应了 呀对啊不好 ok不要 这样 然后还有像这个的回应 我们把它看完大概就够了 时间大概就够长了 It gets better after 30 years at least 所以 after 30 所以真的说的是 30岁后就会比较好了 所以女生啊 30岁以前 就是会忍不住变成 呃就陷入这样的角色里面 就当别人的manic pixie dream girl 他这边说 a little less looking for mom NPDG all rolled up into one package of unending patience and support while they work on that one project that'll change everything 所以好 30岁以后 你就不会出现在一个 你跟一个人 合成了一个有趣的package 这个package就是你又扮演妈妈角色 又扮演刚刚的疗愈戏女儿的角色 全部都弄成一个package 而这个package就是你提供他 永远没有终点的耐心跟支持 right so mom 或者NPDG all rolled up into one package 整个就是包成了一个 一个package 那那个package就是 刚说的 unending patience and support 永远对你有无限的耐心 无限的支持 而同一时间干嘛呢 同一时间这个男性角色 他用了they他们来说 work on that one project that'll change everything 什么one project 有的男生 啊 我现在就在写一本小说 旷世巨作 我只是还没写好 所以你就好好的支持我 当我的情绪support 甚至给我钱养我 让我来好好的work on 那个one project 这个one project 有一天会改变一切 其实听起来像不像 李安导演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李安导演 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男生 而很很 运气不错的是 他真的遇到了一个 MPDG manic pixie dream girl 这个在真男弄上口 有常常讲不太出来 doesn't roll off the tongue so easily 那也可能有 像你如果还记得另外一部电影 叫什么后来的我们 那里面男主角也是写成写故 呃 做游戏的嘛 那那在他做出游戏前 就是人生就颓废啊 然后这女朋友在养啊什么什么的 那后来分手了才终于做出他的游戏 所以 again 这就是有这样的男生 they work on that one project that will supposedly change everything 而女生这一段时间就是 要当一个妈妈 也要当刚疗愈系女友 all rolled up into one package 这个package呢 提供了unending patience and support 那我相信没有太多女生 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 尤其是他这边说的是 大概30以后就会更好 就好一点了 就不会再傻傻地做这样的事情 I guess that's a good thing right 好 我们介绍到这里大概OK了 希望你对cynical这个词 有更清楚的一个了解 那again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cynical的人 可是也不完全是 我不觉得人做事情的动机 完完全全是自私的 但我相信一定有自私的成分在里面 这是我相信的 我不会相信他是全部 但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 甚至父母爱小孩 父母生小孩 父母觉得 我可以 I can love you unconditionally 所以我们常说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毫无条件的 but think about it really 真的吗 如果你和小孩长大成了杀人犯 你有没有可能跟他断绝关系 你可能会说 不会 我还是不会跟他断绝关系 我还是当他是我的小孩 sure 那如果他根本不悔过 他认为他做事是对的呢 他今天连续杀人 杀了十几个人 然后他觉得很骄傲 他觉得妈妈 你也应该为我骄傲 你还会爱他吗 你刚刚说的 unconditional love 去哪里了呢 right 那你说不会啊 我期待有一天他变好 啊 那就表示 你对他的爱 hinge on 他会变好这个条件上 是吗 那如果他不变好 你还会爱他吗 如果你还是会 那okay fine your love is unconditional 如果说要继续杀第12个 第13个第14个人 然后你说 好没关系 你做的我都接受 然后你就 我支持你 我跟着你一起杀人好了 这样 to show you my love 那或许这样我会相信 你真的是无条件的爱你的小孩的 虽然说你是个神经病 okay 你真的没有任何的self serving的一些动机 你真的是 你小孩要什么 你就跟着要什么 你把你的命也赔上去 that's stupid but if that's the case you can convince me that you are that my cynicism is wrong 这个或许扯的真的太远了 but that's that 好 我是Paul 希望你能够忍受今天的内容 可能有点扯得太远了一些些 总之我们明天见